大陸火锅市场竞争激烈 像是网品集团旗下的十二锅品牌 现在也经常要全面退出中国大陆市场 满满的蔬菜加入锅里熬煮 这是2012年网品集团旗下十二锅 在上海热闹展店的情况 不过确踢铁板收摊 当初还跟菲律宾快乐风集团签署合资协议 就是希望借助快乐风在大陆扎根多年的优势 但事与愿违迟迟无法创造获利 去年亏损达人民币约2026万元 约新台币9217万 口味不合跟这个规模太小 这个可能是他们必须要退出中国市场的两个最主要理由 原来是因为虽然大陆火锅市场高达人民币150亿 约新台币680亿 但local地主实在太强 像是霸主海底捞 预估今年营收渴望冲破人民币100亿元 约新台币450亿相当惊人 另外山寨品牌的模仿也让王瓶惨赔 12锅这种它比较原本就是主打中低价位 这种你复制当然是比较容易 因为你又没有很特别的一些特色出来 除了大陆台湾人爱吃锅 一年吃出300亿的火锅商机也是百家争名 像是以85度C咖啡崛起的美食KY 5年前跨足火锅市场开出这一锅中价位火锅品牌 平均客单价500到600元 一个月可创造约5000万元营收 还宣布要进军个人精致火锅 另外汉兰美食明年也计划将跨入客单价约400元的中价位市场 火锅品牌起起落落不断进行市场淘汰赛 要吸引涛客在市场有存 恐怕还得使出更多绝活 东森 财经新闻 张教授张士奎 综合报道